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别客气 别客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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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么好 还不太热呢 孙杨老师 你女朋友 来 来 给我声音大一点 有 有 有 你女朋友让你生气了 就去睡觉 你这么生气 你去睡觉啊 你在这边愣干什么呀 而且她 她特别奇怪 她说 我说的都不是真的 然后她说 她说的是真的 她就开始 我想家长是这样 她也不是家长 我想孩子应该这样 想她也不是孩子 然后她为了自己 这么经不起推销 说我采访了二十五个人 他们是 都是这么说的 我还采访了 我妈跟我二姨的 她们都跟我小小姨啊 你妈和你二姨就两人 为什么这么荒谬 来 我就说一句话 来 我就说一句话 来 把你的采访内容说出来 采访内容在手机里呢 不能告诉你 而且她说 父母做的事没有意义 我们还去求签呢 我们为了你能考上大学 还让你穿此次的内裤呢 但是这就是父母 没有那么多文化 我们想万一呢 然后还被他们说成这样 你想想有多不孝 说的特别简单 来 到底谁不孝 很多时候父母的爱心 我们收到了 可是我想讲的是 所有孩子其实不希望父母 为了一个无谓的爱心 去委屈自己 是委屈的孩子 请问你这所有的孩子 是在哪儿采访的 除了那二十五个人 你为什么都是假设 然后就这么说的 脸不呼吸 就跳进来 行了 来 你要是真的有那点心 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 可以做 看环境啊 这什么地方 家长群 做过老师负责任告诉大家 家长群就是通知群 这个群里最好只有老师说话 其他人都不要说话 你要是那么想夸老师 你直接当面去夸呀 在家长群里夸老师像什么 就像在厕所里遇到了好朋友 问了一句 你吃了吗 也是关心 你舒服吗 回答 回答 完全是混淆概念 对不对 高明刚才说的是什么 是家长群里面 要不要夸老师 他说不要夸 现在咱们遇到的问题 不是要不要夸 是已经夸成疯了 你是唯一一个在最后的 你想干嘛 你想沉默以对吗 熊豪老师 你为什么不求任何的创新 非要跟风 我问他 你坐下 我再气他了 回答 因为我就在这个群里 然后现在家长一看 我想创新来不及了 风已经起来了 我先把这个跟上 然后一会儿再去创新 不就可以了 而且你们对方 刚才一直说 你喜欢老师 你给他送别的 根据教师司科 这样的规定 我们不能收礼 我们就能收吹跑 求助你 吹我一句吧 你给我辞职吗 这是 教育 你应该叫 培训教育 你根本没有家长群 你在什么家长群里 我好多家长群 家长群 朋友们 只有家长群 只有家长群 只有家长群最多了 只有 培训教育 家长群最多了 我两百多个群 我两百多个群 要不然打开手机看一看 你不要打开手机 打开手机 差不多了吗 我觉得可以了 可以了吗 因为刚才毛孟 但已经出现这动静 是对面 对 教主演 给他看 教给他看 你可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